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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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不叫外掛 其實有時候我餐廳 就是沒有人的時候 我也下去就是煮東西 或是說洗碗也是要做 我覺得這個也是自己一個學習的過程 在鏡頭上煮東西 跟自己煮東西是很多差別的 那我覺得我真的是剛開始 小朋友跟鼎爺 三姐 我只是剛開始 我也要感謝他們 他們也教會我很多東西 但是你已經拋離了那一半的男嘉賓 都很多了 我希望如果20號有另外一個節目 叫主戰 那時候我會分享多一點 我自己覺得好吃的東西 跟韋哥一起 那我覺得觀眾們會看得更開心一點 你喜不希望自己有一個 屬於自己的音色直播 其實是希望的 重點是我自己吃東西就很簡單 重點是要好吃 我也希望朋友們 如果真的來到我餐廳 會感受到我喜歡吃東西的味道 之前跟你說 是不是因為有一個系列 讓你增加了不同的收入 有幸運的 有一些演出或是說一些表演的機會 我以為這個熱潮肯定很快就過去 不過現在很多小朋友 或是說一些國際學校的小朋友 他們看的那個就一直叫我 猶豫先生 那我希望他知道我是誰之後 就會看我自己的電視劇了 那我覺得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宣傳 我也會繼續努力